好 繼續看這起案件 可能發生在你我的身上 臺北市有一位女性的民眾 在文山區買下了一樓房屋 跟地下室 不過在交屋之後才發現 房子竟然是海沙屋 因此氣得對屋主提出了告訴 最後法院認定 這名屋主有刻印隱瞞事實 因此判決他必須退還 一千三百五十萬元的購屋款項 並且還要加計利息 照片上 清楚看到牆面的水泥嚴重剝落 梁柱的鋼筋也裸露生鏽 易小姐在民國九十六年 花下一千三百五十萬 買下這間台北文山區的房子 沒想到交屋後 才發現是一間海沙屋 我們是交屋過一陣子以後 然後打開青鋼架 才發現說有水泥快 噼哩啪掉下來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 其實是很傻眼的 易小姐向屋主反映沒有結果 只好花錢請專家檢測 結果發現房屋的 綠離子含量高達一點三八六公斤 超過標準一倍半 易小姐氣得告上法院 雖然誠信屋主否認有刻意隱瞞 但房中業者作證 只稱屋主是知情 最後法院二審判決 屋主要退還一千三百五十萬的 屋款並加計利息 但不需要多付一倍的違約金 這讓易小姐相當不符 表面上好像很 好像說他有賠償我們 但是實際上是我們 我們的損失 無德求償 然後甚至可能我們還要去 付一些那個 法律上的費用 花費大筆金錢卻惹來糾紛 面對這類的買賣問題 房中公會則提醒 民眾在買屋前 一定要完整核對房屋現況的確認書 若對房屋有疑慮 一定要先做檢測 全聯會也坦言 有時屋主刻意隱瞞屋況 房中業者不一定察覺得到 民眾下手前 還是要再三仔細觀察房屋的情況 以免引來買賣爭議 記者蔡英靈 陳保羅 台報道